这里是美国之音在4月14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天红 最近有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走出谷底 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表示 早些时候推出的刺激经济措施初见成效 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隐忧也不容忽视 怎样解决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就业 是否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真的实现宝宝增长 如何进一步扩大债券市场以加强宏观调控 今天我们就邀请刚从中国归来的 美国亚洲投资咨询公司副总裁詹姆斯麦克诺顿先生 围绕中国经济以及债券市场的前景展开讨论 詹姆斯麦克诺顿先生的英文名字是James McNaughton 他在节目当中说英文 您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另外和网上一样我们是现场讨论 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您各位听众和观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直接参议讨论 向麦克诺顿先生提问题 或是发表您个人对中国经济 以及中国债券市场的看法 下面就是您拨打美国之音免费长途电话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好的 另外也顺便提醒您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可以通过短播电台 和卫星电视收听收看之外 您也可以直接登陆 美国之音的英特网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还可以浏览其他的最新文字报道 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英特网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正式讨论 麦克诺顿先生欢迎您 谢谢您的邀请 您最近去过中国的北京 我们看到在网上有一项调查 说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国经济实力 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都过于乐观 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谈到这个问题 我实际上很难做评论 但是我必须说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在中国所观察到的都是 在经济向上 在发展 而且是比较积极的很多做法 跟经济发展的趋势 所以基本上我还是乐观的 您说到的乐观 但是您对于北京的一些 比如说它的商业的情况 还有就是北京的空气 您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的看法 这一次 是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是都完美的 那么当然北京的空气呢 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差 有时候就像每天每个人都抽一包的香烟 那么这个抽的烟就到了空气里面去 在北京看起来 这个排污还是一个问题 从这个地理上看 那么由于地球的有很多这个风向 于是乎呢 有的这个污染的空气呢 也就像这个海洋把它吹过去了 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的 在北京的这个印象 就是空气的质量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在北京那种这个动力 动能 这个交通的拥挤 车辆之多 公共汽车公交 还有城郊的地区的这个交通的繁荣 我非常印象深刻 中国人那种这个 那种动能 跟经济的发展 我是印象深刻的 经常有报道说 美国人现在的这个消费习惯 已经趋于越来越保守化 越来越趋向于存款 而不愿意出去消费 中国的商业气氛 您的观察 是不是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是正相反 人们的这种消费的热情 还是非常的高涨 是的 是这样的 这个餐馆 到处人非常多 顾客很多 车辆这么多 车里面有一家父母 跟带着小孩 那么好像这个 非常的繁荣的一种景象 但我也理解到 跟看到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那么就是中国人 这个储蓄很多 银行的这个储备也多 储蓄金非常多 到目前为止 一般的家庭呢 当然它需要有充分的财力 尤其是他们应该要储备 储蓄 以便他们退休的时候 或者是身体要 需要保健的时候要使用 我所理解的是 政府呢 就希望能够促使内销 中国人民更多的消费 来帮助经济的 更快的成长 对 政府官员一直在强调 要扩大内需 那么扩大内需 是不是真的 能够保持经济增长 持续稳定 而且呢 能够说在2009年 保证经济增长 达到8%的一个关键点 扩大内需 是它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关键点呢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跟这个民间的一些 经济学家来进行交流 也跟政府的经济学家 进行交流 他们都 当然 跟我交谈的时候 谈到这个保八的问题 就是这个国民生产种植 要维持 8%的增长 一般来讲 他们多半 至少能够维持到 8%到 6%到 6.5% 甚至于7%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的这个出口市场呢 是有一种下滑的趋向 那么由于西方国家 有这个经济的这种危机 导致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 受到这个下降的形成 但是 中国能够维持 7%的这个成长 保期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中国的出口市场 肯定是受到全球这个 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发现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好像没有随着 全球金融危机的这个变化 而发生相应的起伏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谈到这个问题是很有趣味 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 中国的股票市场 在今年的三月 三个月 头三个月还是向上涨的 在其他国家的这个股票市场 都是起伏比较的大 尤其美国的股市呢 有好几天 有时候是向上 这个坚挺 那么但是多半下滑 可是中国呢 是有持续的股票市场的成长 股市呢 这个股价也维持相当不错 这个呢 跟政府这么一个刺激内销的这个经济刺激方案有关系 我认为还有一些因素可以看 比如说这个对于某些贷款跟资金的溢注 那么由于这个财政经济刺激的方案 就由政府来以后 那么银行的资金也多了 那么老百姓 人们就想买股票 那么还有呢 就是要建立新的厂 要修这个一些基础设施 这都影响到股票市场 但是这个 到底这个经济刺激方案 它导致的好果如何 我们值得观察 在目前看中国的股票市场的前景 在某种情况之下 是跟这个大量的资金涌入是有关系的 那么跟经济刺激方案也有关系 好了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这里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天红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